好 現在我們要進入所謂的氣象大氣的部分 我們先更會講的是大氣層 大氣圈 好 地球外面有一個薄層 這個真的很薄 待會你就會曉得 我就算把它算到100公里厚 已經是很誇張了 就算有100公里 地球半徑有6371公里 那還是非常的少 可是這薄薄的一層對地球很重要 我們後面會介紹它的一些保護 一些狀況 那我們要講它的起源成狀構造 保護之類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的起源跟它的功用 我們前面教過的地球是由一團雲氣所構成的 所以隨著地球的形成 它就有個原始的一團雲氣在周圍 我們稱為原始大氣 所以46億年前地球形成的時候 有所謂的原始大氣 它裡面的成分是氫、氨、氨跟甲烷 就是所謂的原始大氣的成分 可是這些東西很快就不見了 因為地球的質量沒有那麼大 引力不夠 它那很輕就很快就飄走了 就沒有啊 所以原始大氣在地球形成之後 不久就散移到太空中 原始大氣就沒有了 就是隨著地球的形成 圍在地球周圍的原始大氣 氫、氨、氨跟甲烷 那麼我們現在有大氣啊 現在大氣從哪共來的? 主要就是我們前面講過地球剛形成的時候 是一團炙熱的火球 融融狀態 所以有很多的火山活動岩漿噴發 這個火山活動噴發的氣體當中 最多的就是水氣跟二氧化碳 那麼岩漿凝固也會釋放出一些氣體 也是主要是水氣跟二氧化碳 那麼像這裡面所顯示的 這個左邊這個就是所謂的火山的氣體 你發現最多的是水氣 第二位的是二氧化碳 第三位其實是二氧化硫 但是因為它跟現在大氣的成分沒什麼關係 我們就跳過不講它 就直接跳到第四位的氮氣 所以前面跟你講水氣二氧化碳跟氮 跳跳了二氧化硫 所以那麼這個就是地球形成的時候 所噴發出來所構成的大氣 我們稱為所謂的原始大氣 因此你就曉得原始大氣的主要成分是什麼東西 水氣跟二氧化碳 水氣跟二氧化碳是我們所謂的早期大氣 早期大氣的成分 最早早期大氣 當然原始值得最早那個 早期大氣的成分就是水氣跟二氧化碳 可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不是啊 表示它經過一些什麼 演化轉變啊 水不見啊 二氧化碳也不見啊 怎麼不見的呢 水氣就是隨著地球的冷卻 水氣又凝結 降下來變成河川湖泊跟海洋 那二氧化碳怎麼不見的 這個是考過的 怎麼不見的 三個方法不見的 第一個 溶解在海水中 李化老師教二氧化碳用海水集氣法收集 難溶於水 不太溶但是還是會溶 很多的海水還是可以溶解很多的二氧化碳 第二個 跟鈣結合成死灰岩 然後沉積到海裡面 這兩個方法就使得二氧化碳變少 方法一 溶解在海水中 方法二 跟鈣結合成死灰岩 但是最主要不見的是第三個方法 就是各位生物課所學過的 最早的化石是誰啊 來 綠巨 綠色會有什麼作用 光合作用會怎麼樣 把二氧化碳變成氧 所以最主要就是 這個大量的藍綠菌吸收了我們的二氧化碳 轉變變成氧 所以空氣中氧的含量就會怎麼樣 增加變多了 有的東西都沒有動過這個蛋 那個蛋沒有動過對不對 所以蛋也留下來了 氧也留下來了 所以現在空氣的生命 誰以為主 蛋跟氧為主 轉變 演化 轉變過來了 蛋跟氧為主 那麼現在的空氣的成分 我們分兩種 一種叫做固定氣體 一種叫做變動氣體 固定氣體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含量比例 都差不多的我們叫做固定氣 小學念過兩個 國二里話念了一個 蛋 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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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跟氧氣 好 所以呢我們有個表 不用背 欣賞一下就好了 最多的是蛋 其次的是氧 再來的是氧 這個是表格圖形 右手邊就是現在的比例圖 也是一樣 最多的是氮 其次的是氧 剩下的氧 二氧汗之類的 這個表格就數字都不用背 只要這樣知道就好了 這個叫做世界各地比例含量都差不多的 叫做固定氣體 氮氣 氧氣 還有一種是 在世界各地含量比例會變化不一樣 我們要交三個 水氣、二氧化碳跟臭氧 我們要交這三個 水氣、二氧化碳跟臭氧 這三個東西的含量比例 在世界各地是不一樣的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變動氣 水氣、二氧化碳跟臭氧 我們後面就要介紹這三個東西 水氣叫做分為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剛才在看固定氣體的比例 百分之七十八什麼之類 對不對 那個比例呢 是用乾空氣做標準 不算水氣 為什麼不算水氣 因為水氣的含量變化太大了 在赤道 在那個熱帶雨淋的地方 熱帶的地方 可以到百分之四 在沙漠上空可以到百分之零 你呢 如果你算了水氣 大家的分母就不一樣 就不會有人叫做固定氣體了 所以是乾空氣做標準 更正確的說是乾淨的乾空氣 純氣體沒有任何雜質 沒有任何小液態 沒有任何小固態 所以乾淨的乾空氣 然後才算出比例 為什麼 因為水氣的含量比例變化太大 算了水之後 大家不用玩了 就不會有固定氣體了 所以 剛才那個什麼 百分之七十八 是用乾空氣算出來的 就是 跟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大氣的來源 演化 以及它的分類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 這個部分 所跟各位介紹的